一個受辭五屆的吃宿的居室 他吃宿受辭五屆 然后住的地方 隔壁刚好是这个菜市场 但是他从来没有进去菜市场的 因为他他生怕进去他会受不了 这些鱼啊这些动物啊他也是很敏感的 他怕说进去他内心会挣扎 会悲伤会很苦受不了 所以他就很少进去菜市场买东西 但是有一天下午 他朋友要来啊要来找他 他朋友也是佛教徒啊 很久没碰面的 他朋友就说哎呀我们很久没碰面了 去你家走走啊在你家吃个饭啊 随便吃就好了啊 看看你最近如何 那这个受五屆的趋势就很开心啊 但是他又想着 哇多年不见的好友要来我家 那我总是要好好的给他招待啊 所以他想着要进去菜市场买东西啊 他就很挣扎 哎呀很多年没进去啦 但是不想进去又不行 为了他这个朋友要来 他要买菜啊买素食的啊 所以就在早上 他就准备进去啊 他进去的时候他心里就 心里有数啊 他就拼命念佛号啊 因为他是敏感体质的 而且他也不愿意看到这些众生被伤害啊 所以他一进去 进去菜市场一直到到最后面 又出来大概也要一二十分啊 所以人多啊 那边走就边念佛号啊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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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念 整整念了一二十分钟 然后走出来啊 然后他就很开心啊 哇终于买到了啊 终于离开菜市场了 就这样子 以为没什么事啦 就这样子菜买到了 朋友来了 然后跟他讲话聊天 饭也吃了 朋友回去了 晚上朋友回去了 就在他睡觉的时候 躺下去不久 睡觉的时候就 眼前就看到很多的密密麻麻的众生 跟他讲话 谢谢你啊 救了我们 谢谢你啊 帮助了我们 谢谢你啊 有你我们都离开痛苦啊 他觉得奇怪 我又不认识你们 没有看到任何的形象 只有听到声音而已 所以这个声音就从前面 这样子传来啊 那这个守谷界的居士 就问他 你们是谁啊 我不认识你们啦 你是不是找错人啦 我也没有做什么啊 但是这些 这些声音又继续的传过来啊 是你没错啊 你早上去菜市场啊 你念的佛号啊 我们都受益了啊 我们就是这些将被伤害的无辜鱼啊 鱼啊 螃蟹啊 虾子啊 两只脚的鸡啊 鸭啊 鸟啊 羊啊 你拼命念佛 但是我们就在那个时候 透过佛号的加持 我们就离开了痛苦啦 所以各位菩萨啊 去菜市场念佛好不好啊 如果你不敢来屠宰场没关系啊 去菜市场总可以吧 如果你 常常去菜市场 那你无形当中就跟这些动物结上缘啦 所以这个叫做 跟我们一遍 一称其名 千身离苦 千身离苦 正无上道 正无上道 二称其名 二称其名 千身离苦 千身离苦 正无上道 正无上道 三称其名 千身离苦 千身离苦 正无上道 正无上道 对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走到哪里 佛号就带到哪里啊 在你的家里面 附近周遭啊 都有菜市场 或者是这些妈妈 这些老菩萨 每天都会去菜市场买菜的啊 那菜市场得有这些动物啊 鸡啊 鸭啊 猪啊 羊啊 牛啊 这些肉啊 在那边 秤金啊 在卖啊 但是如果你能够进去菜市场的同时就能够念佛号 对这些动物来讲 帮助很大啦 因为地藏经讲 这些中英 这些快要死掉的众生 灵命中的众生 你为他念地藏王菩萨圣号 乃至于地藏经的一句一句 那他们听到就可以离苦 就可以离 不堕三的道了